嗨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吃一間淡水新日鎮新開的 竹間幸福鍋 我們今天點了一個現牛鮮嫩雞腿 跟一個絲絲熟成牛五花 然後湯底兩個都是石頭火鍋 一份有加油魚 還有巧克力的冰淇淋 明治冰淇淋 蘋果的 欸這好酷喔 冰沙耶 巧克力冰沙 精選奶茶雀草的 日式煎茶 熱奶茶可以喝 好啦我們秋太現在在弄這個醬 它的醬料有蠻多的 然後有一些蠻特別的 麻辣牛逼醬是什麼 然後 招牌香醋醬 然後麻醬 麻醬 對然後我覺得很棒的是說 你看它那個蒜 蔥 都是很新鮮的 然後切的就是很細碎工整的 這看起來不錯欸 然後有一些這個七味粉 這個辣椒粉啊 我覺得想要加一點 讓我不是啦 拿一點吧 好 大概是這一些東西 不過還蠻齊的啦 這個一定要挑兩個回去啊 這個就有一點 比較笨一點 用小湯吃掉 比那個 魚吃的那個 肉多多 還有那個 黃衣鍋 它的菜環菜怎麼會還好 然後它有一個泥菜 不錯 然後菜都還看起來很新鮮 然後夾了一個 然後它邊所有的菜 那邊的 有小貢丸啊 顏色都 蠻不錯的耶 就是新鮮的樣子 很鮮豔 然後還有這個 然後那邊有油條跟 豆子 那板子蠻特別的 很大的意思 你看它其實在做小的板子 這樣 它會一直這樣 哇它有這個 這個有切這個也蠻厲害的 甜椒欸 對啊 所以蔬菜種類還 還算是蠻多的 因為很多吃到飽還厲害 就是 對它也吃到飽 就是蔬菜吃到飽 然後我點那個鮮油雞腿啊 它 不錯 它還幫你去皮的 然後你可以選擇 蛤蜊或者是那個 鯛魚這樣子 還不錯 看起來還蠻不錯的 等一下我來試試看 看一下這個飯煮的 還可以 還不錯 來看一下 秋太下一下它的青菜 它的青菜 加什麼 青菜啊 就是還蠻多種的 真的很棒 你看 那邊邊多種 光是蔬菜就還蠻多種的 對 它的蔬菜真的是還蠻多的 然後一下鍋那個 湯底的香味就會出不上 那我覺得最棒的好吃 那應該是在五花柱椒 然後我剛在吃 那個剛沒拍到齁 就是我剛在挖的時候 真的裡面那種一塊塊的 其實料很實欸 等一下可以試吃一下 比較可惜是今天 那個飲料啊 什麼都有稍微缺少一點 那個 沒了那個沒了 這樣子 不是因為現在是禮拜一週 沒關係 因為有時候店家會來不及吃 對 然後 剛剛你的飯嘛對不對 那個也是 那個麵啊 連餓的麵都缺貨 對對對 對 明論上面都是說 會這樣子 就是有一點點這樣 其實新開的 就是給它一點時間看看 目前吃東西的東西 這些東西品質都還滿不錯的 好 你看 我剛剛吃這個 很好吃耶 就是 這個湯底 你試試看 然後 它其實稍微油油了 然後我加一點點這個蔥 很像 很像草青菜 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還是拚命的弄菜的秀菜 好 它這個 我這個 有魚乾有魚鍋 跟一般的有什麼差別 它裡面有多這個 有一個 小魷魚這個 比較香 真的咬下去很香 好 所以大家可以想好 差20塊 大家看你想不想要這個風味 想的話就換一下這樣 還不錯 有海味嗎 沒有 就是有乾油的味道 喔 所以它 因為 通常想說會有這種乾貨 就是會有一些海味在裡面 對 試吃看看 這個 在家沒有的 肉多多 黃玉鍋沒有的 好吃嗎 好吃嗎 找得到那個 花枝塊 然後呢 裡面那個鮮味很濃喔 花枝薑啊 是很新鮮的 好吃 嚇一下那個 雞腿肉 全香 火給它開大 火給它開大 鮮魚也給它下啦 全香 來下一下 牛肉 這是什麼 牛花 對 不要太粗 很新鮮魚 先來一遍看看 我怕火關小 所以比較滿意 來先吃原味看看 可以吃嗎 可以耶 我覺得它 肥瘦精度都是 都會有一點 口感蠻不錯的 再吃看 這個鮮魚 這雞肉還滿嫩的 它雞腿鍋還滿划算的喔 還有附那個 就是鮮魚或蛤蜊二選一 對 還算不錯吃啊 其實蛋水也滿多間 就是有送雞腿或什麼的 它算還不錯吃 但不到頂級好吃啊 但是就是好吃的 這樣子我覺得 七十幾分啊 還OK 還不錯 因為蛋水啊 其實滿多 很划算的 我覺得 店家也要小心一點 因為 它越來越多這種的 那 這種就是其實 品質上面 其實看不了多少 可是人家就是有 多一些蔬菜 什麼的 它蔬菜真的是有新鮮到 然後它那些貢丸 那些 大家都吃那貢丸好了 給我 那好吃的 然後這些東西配下來 其實我覺得 有划算到 一開始覺得很小貴 小貢丸 我覺得很好吃 小貢丸 超輕的 那除了蔬菜啊 有很多種類 那火鍋料的種類也滿多的喔 而且都是給你這種 小塊小塊的 連丸子也是小顆小顆的 那你就可以吃很多 不同的種類 剛秀泰啊 他說 其實它裡面也有 所以有那個 就是 多加了一份 所以其實你看 你自己想 你剛剛想說 哇這邊送去很差 還好有WiFi 我們問的很大的WiFi 對 WiFi給過 它的蟹肉棒還不錯 不是給你那種 外面套一根手搭的 一絲一絲的那包 很不錯 這個口感一定好多 對 這個口感就是好吃多 它這邊也滿邪惡的 就是它有很多巧克力類 如果你很喜歡吃巧克力 就想要減脂了 你真的是 勝選 它是那個 那個怎麼唸 H開頭的 我等一下標在那邊給大家看 就是那個 三角追巧克力上面 有一條標籤的那種 H開頭的那個牌子 對 然後這邊冰淇淋種類還滿多 有那個泰國民國的 然後跟 明治的 我覺得算是 小朋友對小朋友還是 應該是滿開心的 這樣 光吃冰淇淋就吃光 對 而且它有那個霜淇 等一下應該會 拿一隻 而且它的餅乾是那種脆的那種 是那種 好吃的 對對對 等一下拿一隻來看看 拿一隻的霜淇淋 不錯吧 知道好不好吃 是不是 有說那個口味嗎 不知道 像是那個 麥當勞 蛋捲冰淇淋的那種 我知道 像老街買的那種 裝淇淋 老街更爽一點 更沙一點 沙一點嗎 可是我覺得口味滿香的 嗯 然後 這個 兩種 然後我大概 稍微激動我自己喜歡吃的 那個 Oreo的 嗯 Oreo是 你最喜歡吃的 Oreo是名字的 然後 這個是那個 民果 民果就是 泰國的那個 這是什麼 荔枝的 嗯 因為我都吃過了 因為我剛給我的那個Oreo沾到 所以我吃得出來 然後就是藍莓的 它的冰淇淋味還蠻多 它名字有八種 然後 民果四種 而且它有雙型 所以這邊 喜歡吃冰淇淋也可以 對 巧克力Buffet 對 冰淇淋自由這樣 對 大概就這一些這樣子 然後 飲料總共也算多啦 剛剛看到 它已經把那些 褲上了 可能就是說 欸 應該就補上了 對啊 對啊 基本上它的那個 這些Bar 我覺得蠻推薦的 好啦 這邊讓大家看一下店內的環境 順便說說這間店的 優缺點 第一個優點 自助吧區的菜盤 飲料 冰淇淋 選擇豐富 而且菜盤啊 丸子類的 品質都很棒 然而 我們點的套餐 來的肉品 都非常的新鮮好吃喔 但是缺點呢 就如同Google評論上面說的 服務上還沒有那麼的上手 不過我認為他們已經正在進步中 而且還蠻快速的 沒有像上面說的那麼誇張 甚至我覺得是很用心在服務的喔 就讓我們給他們多一點時間吧 要還有… 味道 至於有什麼 好的 嘿 我們